哈喽,大家好,我是奶茶 今天我录影的时间正好是圣诞夜 那今天我很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 有关于钢琴与节奏的关系 钢琴与节奏的关系 那房间有非常多的人在分享 钢琴的和弦的重要 那我今天想要分享的是节奏的重要 因为节奏会带给人对歌曲情感的 不同感受哦 不同的感受哦 和弦也会 节奏也会 那我常常就跟我的学生讲说 其实钢琴它本身就是属于打击乐器 有音阶的打击乐器 所以不要忽略它本身是具有节奏的能力的哦 那今天我所使用的工具正好就是 用电子琴来使用 为什么 因为我们可能要利用电子琴 它本身一些些节奏上的功能 所以让大家感受一下同一首歌曲 我要怎么样来分享不同的节奏情感的表达 那首先呢 我要来示范这首歌曲 很抒情的时候的样貌 就是我们一般像抒情歌一样的样貌 那我选了什么歌曲 因为今天是圣诞夜 所以我选了 White Christmas 这首歌曲哦 White Christmas 好 White Christmas 大家应该都知道吧 比如说我要弹琴的话 我就用抒情的方式 因为发现我即使是很抒情 还是非常有语气 有语气哦 所以 它还是有段落的感觉 我想表达抒情的感觉 好 这是一个大家最常表达的一个方式 那抒情歌曲 它的鼓声是长什么样子呢 通常就是 就是这么淡 我再让它更强烈的帮助你们大家听到它的鼓声的律动 它就是淡淡的 甚至没有鼓声 好像也还不错的感觉哦 那现在呢 我们要分享汤汤 听起来好像比较轻快的感觉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 而且很干脆利落 就这样子 我们来试试看哦 先把鼓声加进来 如果我弹法还是像刚刚一样的话 它会出现什么状况 就分离了 基本上速度就分离了 然后呢 好 我速度跟它一样好了 真的 我弹法跟刚刚一样 我只是压压和弦 还是一样 你会觉得说 好像有比较好一点点 但是 没有想象中那么勤快 那更何况 我把鼓声关掉了 OK 好 我现在呢 就先跟着鼓声谈一小段哦 好 现在我把鼓声关掉 我的心里面想的是 刚刚那个节奏哦 你会发现我的旋律 就会跟着 我心里面那个tempo 蹦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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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有个强弱的感觉 所以 感觉就跟刚刚很不一样了 你一定会说 这可能是速度上不一样 那接下来呢 再换另外一种 节奏的感觉 好不好 Bassanova的节奏 然后呢 速度它没有很快 因为我可能会用double的 然后我就用 像刚刚抒情歌一样的速度 来弹它 来弹这首曲子哦 来哦 试试看哦 感谢观看看 好 我现在把这个鼓声关掉 然后我就用我心里面的节奏 来帮助我歌谈 你会发现我的心里 就会有那个律动在的时候 其实即使没有鼓声 我的弹法还是会保持 那种律动的感觉 所以呢 你会发现跟一开始的时候 那种平稳的感觉不太一样 所以节奏在我们的歌曲里面 重不重要 很重要哦 然后最后我要介绍节奏 会不会影响唱歌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的节奏也会影响唱歌 譬如说 当我在唱抒情歌曲的时候 我的弹唱会这样 I'm dreaming of a wild Christmas Just like the ones I used to know 对对 我会这样子唱 因为我会顺着那个旋律的律动 给我的感觉 那当我是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就 I'm dreaming of a wild Christmas Just like the ones I used to know 你会发现 你会发现我会跟着律动 唱歌也 那个歌词的连贯性 也没有那么的 平凡 就是比较短 比较简短 好 那如果变成Bassanova呢 它是轻松 还没有到非常快 I'm dreaming of a wild Christmas Just like the ones I used to know 你会发现多少都有一些 不一样 在语气上会有一些影响 那所以基本上我的观念会认为 不同的节奏 会制造出不同的情感 那所以在练习钢琴的部分的时候 我们还必须把节奏这个东西考量进去 那当然有许多学钢琴的人呢 他其实很少接触到这个 那我们在听音乐的时候 其实只要多多的去 听他背景后面的那个鼓声 还有整体音乐的律动的感觉 其实我觉得 在这方面会变得很灵敏 好 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哦 那无意记在12月5号在台北 这是一个工商时间 12月5号会在台北 举办一个节奏跟钢琴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会玩一些节奏 可能包括切分音 我们怎么样从正拍的打法 一直到练习到反拍的打法 正拍的墙 一直到练习反拍的墙 在现场有这样的一个体验的活动 欢迎大家到我的 钢琴故事的粉丝专页呢 去找1月5号的台北音乐分享 里面有那个报名表 不要忘记要去填报名表 来参加 我人会在现场哦 那如果你有买我的书的话 带到现场去 我们会有小礼物送给你 但是一定要先报名才会有哦 好 今天的工商时间就到这里了 那有任何节奏上的问题的话 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 还有你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也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哦 拜拜 拜拜